瓜吉 求学时期外务多 被二一退学 屡败屡战 仅因父亲的一句话 我跟妳讲 我爸爸说什么 要跟他一样去做生意 我才不要 我爸爸觉得 去做学术研究不好 我偏偏去念台大人类学 企划大胆 昏速不济 瓜吉曾是内向孩子 同年参加话剧演出 翻转人生 待往万万不可 大概就这样子而已 告诉我自己说 我一定要改变自己 我要想办法 让自己变成一个勇于 对着大家讲话的人 温政犀利多次被邀转战立委 却坚持离开政坛 瓜吉真心化 你会觉得权力是一个 人生生活当中 一个很理所当然的事情 那当你要卸任的时候 那种被剥夺感 会特别的强烈 你会有一种 哇真希望 我还享有这些特权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 做政治最可大的地方 疯狂网红 瓜吉的进化史 精彩内容 请上网搜寻 新闻高峰会 我们下转发简单 再登陆 我们下转发简单